来看看新闻网 这是什么药 白衬衫 红领巾 白衬衫 红领巾 没错 在导演康弘雷的代影下 许三多王宝强脱下了迷彩服 演起了小学生 这一排小学生队伍里居然还有 蒲存心 张国强 范明 陈思诚等人 突然让这些大老爷们穿越时光返老还童 这几位一时还不太习惯 抗宏雷在现场郑重宣布 他指导的新片《我的非常闺蜜》 是一部以女性情感题材为主的都市剧 这一转变着实让现场记者大跌眼镜 要知道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 《我的团长 我的团》等剧 早已奠定了康弘雷纯颜耳的导演形象 一旦扬声一遍讲述女人心声 康弘雷毕竟心中没底 于是他号令《士兵突击》里的男主角们 集体加盟《我的非常闺蜜》 为导演撞声势 可康弘雷没想到这队伍一红就不好带了 发布现场居然争先恐后地向导演吐槽 抱怨自己的戏份太少 因为我和他的初恋男朋友 他回忆当中的一个段隘 闪回出现了 MV的片段里面拍特别漂亮 大家看得到我肯定比较适合票 帅 所以这俩全是小三小字 他们全都好 司成 司成 告诉你个 不姓的小孩就是那段给讲掉 有吐槽的也有六须拍马的 其实我的人都说懒劫 他在看我你的马屁 你不能不承认看我你个人的名字 这是个性感男人 于是细腻性感的康洪雷 开始打造他荧幕上的温暖三部曲 打头阵的就是这部《我的非常追忆》 康洪雷坦承 之所以自己能够游刃有余的纵横各类题材 靠的还是身边这群好兄弟 有情意在这儿 所以只能激励着我 用最好的剧本 最好的人物 来再邀请你们 我们再在一起 我们做一个更加让大家都值得看的一个东西 我去努力 你们锻炼身体等待 好 不放弃 不放弃 娱乐新天地 张子玄北京报道